這作為系統不再只有 iPhone 所以他就在 2010 年 6 月就更名為 iOS 而且 i 的意思就代表 Internet 不再是指 iPhone 而已 這個 i 就是指 Internet 主要就是除了這個裝置 是非常非常的創新的一個 就是 Apple 公司非常創新的一個技術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他們想出一個 很不錯的想法就是 App Store App Store 就是讓開發者 可以把開發好的 App 上傳到 App Store 然後使用者不管是 iPhone iPad 、 iPod Touch 可以透過網路連 App Store 可以去下載 現在其實我們也都很習慣 就是在 iPhone 上面 他一定會有一個 App 叫做 App Store 你去點擊它的話就可以 讓你的 只要有網路 你的 iPhone 就可以連線到 App Store 就可以去瀏覽甚至搜尋這些 App 現在已經超過 200 萬個 App 在 App Store 所以 2016 年 6 月的時候 OK 這個觀念應該大家都已經很瞭解 所以我就不在這邊細講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建立新的 App App 呢 我們之前也都有講過了 大家帶一下 就是你要使用 Xcode 然後去建立 Xcode Project 那這邊可以選擇程式語言 可以選擇 Swift 那你也可以開啟既有的 那這個呢 我們就快速做一遍 就是說 我現在一開始呢 先把這個 Xcode 關掉 然後呢 我們去點擊 Xcode 的話 它可以有這幾個選項 這個 Get Started with the Playground 這是當初我們在學 Swift 的時候 如果你想快速的瞭解 Swift 語法 以及它提供的官方函視庫 怎麼去使用 那你可以去建立一個 Playground Playground 大部分是以文字模式為主 可以快速的把你 Key 的程式顯示出來 它對應的結果 不需要去拉很多元件 那這個是等於是說 測試 練習 或學習這個 Swift 程式語言 就非常不錯的一種環境 但我們現在不需要了 因為我們已經會來上這個 iOS App 課程的各位 一定是 Swift 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瞭解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把 Swift 程式語言 善加利用在 iOS App 開發上 那要開發 iOS App 的話 它是一個比較視覺化的 這種 GUI 設計的 App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隨便看一個背後這個 因為這一定都是圖形化介面 因為現在 User 不太可能 也不太喜歡去使用文字模式 他都喜歡用圖形化介面 而 iOS App 開發 就是屬於一種圖形化介面的開發 那你要開發 iOS App 的話 就可以選擇 Create a new Xcode Project 那我們直接點擊 點擊的話 它這邊有好幾種開發的平台 那如果我們想要開發 iOS 的話 那就當然選擇 iOS 這個作業系統 我們想要在上面去開發一個 App 一開始我們就從照有的去建立 所以我們需要一頁乾淨的頁面 那就選擇 Single View Application 那其他的話 目前暫時還不需要 而且有一些框架你不一定喜歡使用 所以我們在上課 就是為了讓各位了解 通常都是從這邊 Single View Application 開始 然後自己一步一步的添加這些程式碼 然後完成我們想要設計的畫面 以及互動式的操作這些程式 就是我們是一行一行把它完成 而不是用框架直接 它就幫我們產生好局部的內容 然後再去做修改跟添加 因為選後面的話 就是對初學者來說 一開始看到它添加的程式碼 不太容易了解 也不知道它怎麼形成的 所以我們一向都是選擇這一個 然後從道友 一步一步的加上去 這樣子會比較了解整個過程 那我們現在也選擇這個 Single View Application 然後我們現在一定要給 Product Name OK 也就是這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建的是一個 iOS的App 總是有一個名字 這個任何的 這個App的話 它把它視為是商品名 這個軟體商品名 那總是要給一個名稱 那我們就寫一個Test My iOS App OK 基本上都才預設 只是說Language 你還是可以去改它 現在目前Apple支援兩個 Language 這兩個程式員 都可以開發iOS App 一個是 早期是Objective-C 但現在是Swift Wift目前是Apple主推的 Objective-C 其實它已經 雖然是同時都support 但是我們在它的官網上面 它常常會寫一些 比如說用Swift 它可以跑得比 比Objective-C快多少 它的演算法 同樣的演算法 Swift來寫的話 速度 執行效能 都會比Objective-C來得加 從這一些網站的資訊當中 這個Apple的網站 Apple的官網 網站就已經透露這個資訊 所以我們知道Swift 終究有一些 可能它的重要性 或許不能完全 就是它應該都是 還是可能繼續 雙方都支援 但是Swift的重要程度 絕對會越來越高 因為從它的官網 它的廣告的這一些影片 或者是它說明Swift的好 而且再講一個更重要的 Swift語法一直在更新 但Objective-C一直沒有在更新 所以一個是持續更新 當然你可以說它是因為 它新不穩定 所以一直更新 但是這就是它的動能 它一直在改變 它一直在動能 所以一些新的想法 一些新的東西 總是會形成 形成之後它只放Swift Objective-C卻沒有放 那就從這一點 也可以看得出來 Apple公司重視的 Swift的程度 會高過Objective-C 當然現在目前 兩個都可以開發 你要選擇哪一個都可以 我們現在上課主要是講Swift Devices你可以選擇Universal 你可以選擇Universal 搭配它的AutoLayout的功能 它會盡量做到 可以讓你開發的App 同時在iPhone跟iPad上面去顯示 都盡量是看起來是一樣的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